所以我也希望他的爱 能够充满了这座城市 以及所有的家庭 谈到信仰 忍不住哽咽 谢国良挺过罢面 大惊场时 满满国旗海 上台深圳一鞠躬 这身锁的眉头 总算能放轻松 今天的结果 不是属于国良一个人的 是属于全体基隆市民 我们对于基隆民众 我们一定会用生命来守护大家 也感谢朱立伦 马英九韩国瑜 和来站台的兰营县市长 因为同意罢免票数 由69,934张 没达77,700张的门槛 不同意罢免高达 86,014张 比同意票多出了 16,080张 而这个数字 跟2022年市长选举 谢国良拿下的 96,784张票相距不远 我也在这边 跟大家来承诺 我们一定会用谦卑的态度 在未来持续地 跟我们公民团体 表达密切的联系 我在下周也会亲自地打电话 给我们的罢免领先人 戴景安先生 亲自地去拜访他 另一头差量行动现场 气氛低迷 那虽然结果 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声音 已经被市长 还有所有的全国人民被听见 有人甚至在台上事累 这一次我们可以有公民的力量 在没有任何政党奥远的情况下 让国民党请尽全党之力 派出各党 党中的高层都来基隆 挺过罢免挑战 谢国良的市长宝座安稳到2026年 TVB新闻基隆采访报道